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是几年的时间 而是一直要熬的 公婆去世 为什么说媳妇熬成婆 便是这个道理 而且同样媳妻在婆家地位极低 即便是将来公婆去世 也未必能够在丈夫手里活出头 简直一辈子受苦 反观给富贵人家当丫鬟就不一样了 做丫鬟也只是单纯的丫鬟 虽然偶尔会被恶少爷欺凌 但富贵人家 丫鬟小私众多 即便是个烧柴做饭 最低贱的下人 起码只是伺候人 不会有太多心灵上的煎熬 原因二 当丫鬟不愁吃穿 还有机会当小妾宁愿让女儿当丫鬟 也不愿意让当童两席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便是当丫鬟也是改变命运的一种手段 毕竟丫鬟也是会富贵圈子的 如果有幸能为自己的老爷或者少爷看上 取金门当个小妾 父母也能跟着争光 过几年衣食无忧的日子 而给人家当童养席呢 女儿受苦不说 将来还没地位 佛家让不让给自己养老孩梁说 同样是卖女儿 为何不买个好价钱呢 难 因三 根本没人愿意要 其实 上面的两点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根本没人愿意要自己女儿当童养席 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 其实没多大区别 富人的朋友依旧是富人 而穷人的朋友圈子里 大部分还是穷人 遇到灾年 穷人皆不开锅 需要卖儿卖女 那他们圈子里的那些人 能好到哪里去 能勉强糊口已经烧高香了 如何还愿意再接那一口人 给自己家中增加负担 因此 最现实的一个原因还是 受灾的穷人 根本找不到愿意让自己女儿当童养席的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通知词 都在你身边 遇到没有灾年 推荐 公司 优优独立 都在你身边 都在你身边 遇到没有灾年 都在你身边 也行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